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老师 也是一名导演 我叫乔梁 我还是保持自己节奏的 享受孤独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很庆幸自己 首先是一位老师 作为一个老师的话 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学生会问到最新的电影 我要说不看 他再说一个我再没看的话 我估计这学生不会再问我了 同时他逼迫着我去审视我自己 然后跟学生来分享 那么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理论的梳理 翻回来的话 还可以再用回到我的创作中间去 教学和创作这两件事情 它是合二为一的 所以这就是做老师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 电影就是我的生活或者是生命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要拍到死 我想象不到 就是我想象不到如果说 我没有电影了 我怎么办 我就不知道 我就不知道我干什么 一个编辑 他看了我的片子之后 说了一句话 我发现虽然他们的题材各异 但是他们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我说什么意思呢 他说是孤独 但这不是我的一个有意识的事情 像珍珍是写了一个逃出来的威安妇 黑 给全村人丢脸 然后她没有办法活下去的 因为被歧视 那么这样的一个人 她就是孤独的 包括袁尚 她写的是一个记者回到一个 她曾经报道一个 让整个村子人恨她的 这么一个自己的家乡 我不是针对你 你挣再多钱 你患不来病 这么跟你说 你不动袁家狗 她回到那里之后的一段 三天的故事 听上去好像也挺孤独的 现在想想 《飞》呢 那个戏写的是一个农民造飞机 所有人都觉得她有病 然后她就一个人去 执着地活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也挺孤独的 别死了 其实我觉得孤独实际上 是一种特别美好的一种状态 当你回想孤独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 平常你可能忽略到的东西 哪怕是墙角的一朵花 我是特别愿意去看到那些 灯光后面的那些 暗处的一些人的生活 我在上学的时候也是这样 我是愿意去 关注到学校里的厨师 清洁工 然后给我们洗床单的这些人 他们永远是不被看到的这群人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治愈的 一种力量的 艺术这个也没有这个能力 说是解决问题 但至少是我们可能 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让大家去想 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的话 你对生活的那种感觉 就会相对来说更加的温和 我最喜欢的作品 是那种悲观而不绝望的 他们像水波一样的往外传